这几天天气转凉 但是位在巴黎的艾维养护中心 却弥漫了温暖的气氛 日前台北东兴福伦社 特别捐赠了饮水机 以及附件用的热敷机 希望改善中心的饮水品质 还能够帮助住民肌肉松弛 台北东兴福伦社 以及亲自森美法造型沙龙的人员 一抵达艾维养护中心 就受到住民们热烈的欢迎 这次福伦社特别前来捐赠饮水机 以及附件用的热敷机 虽然捐赠仪式当天天气转冷 但是艾维养护中心却弥漫温暖的气氛 主任代表中心内的住民以及工作人员 感谢东兴福伦社以及美法师们的善行 今天来的今天送来的礼物 你看有饮水机让我们喝得健康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热敷机 让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的住民 他们可能身体上会有一些肢体的一些 比较僵硬 然后透过那些热敷 可以减缓他们肢体的一些 让他们可以比较舒缓 还可以让我们美美的出去外面 跟大家一起见面 可以剪个美美的头发 中心有160位的住民 每天在护理师要求下 需要达到足够的饮水量 加上100位员工的需求 这6台饮水机 可以改善中心饮水安全 热敷机更能帮助住民肌肉松弛 记者沈舟林 仅于巴黎采访报导